这天,小树蛙与狐狸猫在整理实验教室 小树蛙整理到一箱被交代封住的实验器材 因此,它询问狐狸猫是否有美工刀 可以用来拆开纸箱 狐狸猫点点头,表示自己有美工刀 狐狸猫将美工刀递给小树蛙 小树蛙拿到后发现 美工刀的刀片全都生锈了 于是它灵机一动,便问狐狸猫 你知道刀片生锈是发生了何种反应吗? 狐狸猫回答 我当然知道咯 前几堂课有学到 刀片生锈是因为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 小树蛙拍拍手,称赞狐狸猫真棒 没有忘记之前学过的内容 它接着又问 那你知道氧在氧化还原反应中 是扮演了什么角色吗? 狐狸猫想了想 它觉得氧在反应中 应该是扮演了把物质氧化的角色吧? 没错 氧在反应中为氧的提供者 扮演了氧化剂的角色 简单来说 在氧化还原反应中 氧化剂会把其他物质氧化 而还原剂则会把其他物质还原 狐狸猫还是觉得有点疑惑 不太明白氧化剂和还原剂的意思 小树蛙说 别担心 我们来用之前做过的 铭带燃烧实验举例好了 这样你就会明白了 在前几堂课的铭带燃烧实验中 我们学到铭与二氧化碳作用后 会形成氧化铭 称为氧化反应 而二氧化碳与铭作用 会转变成碳 称为还原反应 此外 在这个化学反应中 因为二氧化碳将氧气给了铭 形成氧化铭 因此二氧化碳在反应中 扮演着氧化剂的角色 相对的 由于铭将二氧化碳中的氧 给拿走了 还原成碳 因此铭在反应中 扮演了还原剂的角色 听完小树蛙的解释 狐狸猫灵光一闪 也就是说氧化剂会氧化其他物质 但本身被还原 而还原剂能还原其他物质 但本身被氧化 小树蛙称赞它逻辑很清楚呢 一下子就明白了 了解了氧化剂和还原剂的定义 小树蛙问狐狸猫 还记不记得前几堂课的元素拔河比赛呢 狐狸猫表示 它记得在进行元素拔河比赛时 有五位参赛选手 分别为钠 钙 碳 铁 铜 小树蛙接着问 那你还记得五个元素里 哪个元素最能从氧化物中抢走氧呢 狐狸猫点点头表示记得 当时钠元素是第一名 钠很容易与氧化物产生反应 强走氧而形成氧化钠 没错 而且当时我们还有以活性来排列五个元素 其中钠的活性最大 其他元素的活性大小 依序为 钙 大于碳 大于铁 大于铜 有比赛结果可以推论 当物质的活性越大时 越能将氧化物的氧给抢走 换句话说 活性越大的物质 因为它很容易抢走其他物质中的氧 所以越有机会成为还原剂 将对方还原 狐狸猫接着说 所以活性越小的物质 例如氧化酮 因为它很容易被其他物质抢走氧 而将对方氧化 一点也没错 小树蛙称赞狐狸猫的逻辑很清楚呢 狐狸猫神气地说 那是当然的咯 我可是很聪明的 小树蛙听了哈哈大笑 并决定考考狐狸猫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了解了 答案是碳 因为碳的活性大于铁 在遇上氧化铁时 有较多的机会变成还原剂 将氧化铁中的氧给抢走 并还原成铁 小树蛙点点头 称赞狐狸猫回答得真好 看来狐狸猫对氧化剂 与还原剂以及活性的概念 已经非常清楚了呢 狐狸猫也很开心 今天又学习到新的知识了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进行整理 在氧化还原反应中 氧化剂是只会氧化他物 但本身被还原的物质 而还原剂是只会还原他物 但本身被氧化的物质 煤带燃烧实验中 二氧化碳为氧化剂 它将氧气给了煤 形成氧化煤 而煤则为还原剂 它将二氧化碳中的氧给拿走 还原成碳 活性越大的物质 越有机会成为还原剂 因为它容易把其他物质的氧 抢过来 而还原他物 而活性越小的物质 越有机会成为氧化剂 因为它容易被其他物质抢走氧 而氧化他物 这几堂课程 我们学习了氧化还原反应的原理 也从实验中认识许多化学反应式 想一想 并观察化学反应式中的氧化术 在氧化与还原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